在关心我们的疫苗准备量够不够呢 指挥中心之前有表示 我们今年已经采购了大约2000万剂的莫德纳 还有500万剂的AZ 怎么没有提到BNT 我们的BNT现在买了吗 想请交给资深记者谢一伦 新冠肺的疫情想要好好来控制住 还是得要靠疫苗 所以现在呢大家都说一定要打好打满 但是现在都已经打到第三季的追加机 那未来疫苗又该如何打 不过现在指挥中心也说了 其实今年度的这个疫苗呢 他们都已经逐渐在签订合约当中了 不过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 就是AZ跟莫德纳 可以看到呢 他们已经跟AZ签订了500万剂 而在莫德纳呢也签了2000万剂 不过呢现在随着病毒不断的在演变 那之后的疫苗可不可以选择次世代的 也可以看到他们说呢 其实现在的合约内容 都有提到之后呢 都可以选择次世代的疫苗 不过最近打气很旺的BNT 到底政府有没有跟BNT来签订这个采购的合约 可以看到他们说呢 现在仍在签约当中 而且也在讨论说 这个合约内容细节是哪些 预估呢将会签订750万剂的BNT疫苗 不过现在都是未定案 因为呢他运送来台湾 都得要在非常非常低的低温之下 所以他们也说了物流啦 还有冷链都在进行招标当中 得要等到确定 这个合约才能够有最终的定案 不过呢他们也说了 今年度预计呢就会把合约给签订 也会比较AZ或者是莫德纳 都可以选择次世代的疫苗 如果问世的话呢就可以来换成 比较OK的疫苗运送到台湾 防疫除了打疫苗之外 当然戴口罩还有勤消毒是很重要的 讲到戴口罩要请教一轮 英国有研究发现戴口罩 怎么样可以增加密合度呢 防毒病毒呢就是要靠这个戴口罩 不过呢像我们在讲话 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呢 尤其嘴型这样子开开合合的 其实都会让这个口罩的密合度 恐怕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很多人都在想说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口罩 紧紧的密合在脸上呢 这样子才能完全的阻隔病毒 现在有一项研究就来发现说 其实用这个丝袜 就是女性的丝袜呢 其实可以让口罩的密合度提升不少 像KN95啦再加上丝袜 它的密合系数呢就能高了 27.7 另外呢外科口罩加丝袜 也可以通通都可以拦阻这个病毒 但是很多人都说了 要把丝袜这样子紧紧勒在脸部呢 其实很多人应该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呢还是要靠大家好好勤洗手 才是比较有效的 而另外有一项研究也指出说 其实身体里面如果它的维生素低 比较多的人呢 其实它如果不小心染疫的话呢 它的重症率其实会小于10% 不过呢这项研究是在这个Omicron病毒呢 传染之前来做的统计数据 所以到底这个维生素身体里面好好来补充 是不是就能够抵抗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呢 其实专家也说了 还是勤洗手戴好口罩 以及疫苗打好打满 应该会比较有效 但是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七寿民戴了两年的口罩了 来看美国的状况 美国说有超过四分之三的成年人 觉得对于疫情的防护已经感到疲惫了 再交给伊伦 从疫情爆发以来 尤其在美国 其实他们每天的确诊人数都是不断的攀升的 尤其在近七天以来 他们每天依旧是有2600人不幸染疫死亡 但是呢 其中小朋友的染疫状况呢 也是相当严重的 可以看到他们说 从疫情爆发以来 已经累积了1200万的儿童染疫 占了全国确诊将近19% 尤其呢 最近这个欧默恐迅速的传播以来 其实可以看到小朋友呢 真的是非常多人都不小心确诊了 因为呢 从一月至今有420万人确诊 尤其小朋友是每周有多达 将近62.3例的小朋友确诊 但是呢 其实这段期间以来 其实美国人都说 他们最近有点防疫疲乏了 因为大家都说要戴口罩啦 或者是要隔离 让他们觉得心好累 尤其有四分之三的成年人都说 其实最近呢 只要听到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 都觉得有点疲惫跟沮丧 而且呢 其实现在愿意来忍受 而且要等待恢复正常生活的那一刻 其实赞成的人是越来越少 只有46% 另外呢 愿意接种疫苗 还有戴口罩的人 也是越来越少 只有43%来赞成 其实很多人都说呢 现在呢 粉症新冠肺炎都不会消失了 那有70%的这个美国人就说 那我们就好好学习跟新冠肺炎病毒 来好好共存吧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P B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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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